我們現在來講一下LINE ATLINE生活圈要怎麼樣升級到新版LINE 2.0 首先你看一下左邊的這個蝸牛符號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舊版的 然後你換到新版之後你要記得要安裝這個APP 這個APP這個才是新版的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從舊版升級為新版 要先進舊版就點這個先進舊版 舊版裡面你這邊如果有多個帳號的話 你記得把它點開 然後點擊你要升級的那一個帳號 那記得你要升級的帳號的話 你自己必須是管理員 你才可以去做這個升級的動作 那你在這邊第二個選項成員管理帳號 成員帳號管理裡面 最底下這邊有一個開始升級為新版服務 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會跳出這個畫面 然後最下面有一個選擇新版方案 如果你沒辦法升級的話 代表你在這個帳號裡面 你並不是主要的最大管理員 你要是最大管理員 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所以下面選擇新版方案 點下去綠色的 點下去之後 左邊這邊有一個勾選 這個要把它勾選起來 有的人會沒有看到這個 所以忘了勾 那勾了之後 下面這個才會跑出綠色的按鈕 開始升級為新版服務 點下去 然後按確定升級 好它就開始跑了 您的帳號目前無法使用 若您有帳號登錄問題 請自LiteAd的官方帳號 透過問題反應表與科普聯繫 按確定 確定 好然後就跳出來了 那它剛剛為什麼會跑出那個 不正常的那個狀況 就是因為你已經升級成功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設計的這一點邏輯 有點怪怪的 它沒有告訴你說你已經設計成功 而是告訴你沒辦法登錄 為什麼沒辦法登錄 因為你那個帳號已經升級成功了 變成新版了 所以你在舊版的這個LiteAd的介面 已經找不到那個帳號了 所以你看我如果再按一下這個按鈕 綠色按鈕 再一次登錄一下 然後登錄之後 剛剛的那個帳號在這邊已經找不到了 已經不見了 所以它最後的那個錯誤就是告訴你 在你這個舊版的介面裡面 其實已經找不到你那個帳號 所以才出現錯誤 代表你已經成功的升級了 好 所以我覺得它邏輯設計很怪 OK 然後你升級完畢之後 那個帳號要去哪裡找呢 記得要去下載這個APP 這個APP 你去下載 你去搜尋LINE 然後找到這個藍色 綠色的 白底L 裡面寫一個L 這個叫做LINE官方的Official Account 你看它下面這邊有寫OFF IC 反正就是這個Logo 你只要搜尋LINE 找到這個 然後點下去 下載這個APP 點下去之後呢 你按一下左邊這邊 我已經升級好幾個帳號 都在這邊 好 所以剛剛升級完的那個帳號呢 它會跑到這裡 好 你看 這個自建自售這個 跑進來了 好 這個就是新版的介面 這樣子就代表你已經升級完畢了 新版的介面 登錄你的帳號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要記得 你要記得先去舊版的升級完 然後安裝這個新版APP 用新版APP登錄 然後登錄的方式 但是一樣是用你自己私人的LINE帳號 登錄就可以了 因為你私人的LINE帳號 是你是主要管理員 然後你登錄之後呢 你會看到 你升級的帳號全部都在這邊 如果你有一個的話 你只會看到一個 因為我有好幾個 所以升級完畢之後 我在這個新版的 L這個盾牌的APP 點進去就會看到 我的升級帳號全部都在這裡 這樣就升級完畢囉 好很簡單吧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看的是電腦版怎麼做升級 從手機版或是電腦版都可以做升級 看你要在手機或在電腦都可以 那如果是電腦版的話呢 我們就到這個網址 admin 然後橫線official.line.me 這個網址 然後呢 它的新版 只要升級完畢之後 它的新版會換另外一個網址 看一下這個網址 manager.line.biz 這是新版的網址 所以後台的網址 舊版和新版是不一樣的喔 就好像我們剛的手機版 它的舊版和新版的APP 是不一樣的意思 然後舊版呢 你到這個舊版的網址裡面 登入之後 如果你有很多個帳號的話 一樣在帳號以來這邊有很多個 那你要一個一個去做升級 假設我今天要升級的是這一個 好 那點進來這個帳號之後 上面就會有個開始升級了 讓你官方帳號服務的這個按鈕 按鈕點下去 就會出現這個 然後按選擇新版方案 點擊這個新版方案 然後這邊勾選一下 再按開始升級了新版服務 好 這邊有開始 確定要開始升級了新版服務嗎 按確定 好了 跟剛剛的那個APP升級一樣的意思 它又幫你登出了 跳出來了 意思就是說 你已經升級成功了 所以你的帳號 已經跳出了這個舊版的介面 好 這時候我們到新版的介面去 記得這個新版的網址是不一樣的喔 manager.line.biz 這是新版的網址 登入之後 你再去重新整理一下 你就會看到 剛剛這一個帳號已經進來了 連賺千萬培訓班 這個帳號已經跑進來了 所以你點擊這個帳號進來看一下 你看它就已經升級到新版的介面來了 所以非常的簡單 那中間呢 我遇到很多學員來提問說 到底怎麼升級 升級當中遇到很多奇怪的步驟 不曉得怎麼做 可是我們剛剛你看我升級的步驟 是不是中間都沒有什麼障礙 或者是不順利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最主要的差別是在於 觀念沒有搞懂 因為它新版的觀念就是說 旧版的APP和新版的APP 是兩個不同的APP 那旧版的官方後台跟新版的官方後台 是兩個不同的網站 兩個不同的網址 所以大家會搞不清楚 為什麼到底升級是要到哪裡去升級 會搞不懂 所以旧版的升級如果是手機 就是旧版的APP到新版的APP 安裝不同的APP 是兩支不同APP 如果是網站 就是兩個不同的網站 兩個不同的網址 可是登錄的帳號密碼 是你自己的私人的LINE的帳號密碼 OK 私人的LINE的帳號密碼 帳號就是你綁定的那個email 就是你的帳號 那密碼就是你自己的私LINE的密碼 那一樣可以有多個管理員 每一個管理員登錄的帳號密碼 都是他自己的 所以你不需要去跟別人去要帳號密碼 不需要 你就用你自己的LINE 當然你自己必須是其中一個管理員才可以 好 那如果你對這個新版的介面有使用上的問題的話 我們在2019年的4月26號就已經上架這個課程 那很多學生不知道 那有很多朋友呢 是最近被強迫升級 才發現他不知道有新版這個東西 那其實我們在去年的4月26號就已經上架這個課程 如果你還有疑問或想了解更多操作內容的話呢 你可以去購買這個課程 拜託不要再時尋問我了 回不完真的回不完 每天有好幾百個人問我真的回不完 請自己去購買課程 那你就可以在裡面去得到這個課程裡面的很多教學內容 ok 好我是劉海爸 我們就講到這邊 祝您升級順利 拜拜 每次都是大家介紹 跟你們的玻璃圖 你看這些行程 把它們連鋸進去 了 為我們在這裡 而且很久 可以讓我們下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